困难要上没有困难 不是不是就是没有条件 也要创造条件 对对对 好吗 好好 那行这边啊 咱们再聊聊再沟通 好嘞谢谢董哥 谢谢车友们 拜拜 好拜拜 好这刚才呢是连向了这个这次 曼什么曼德森 清诚杯 一一的这个冠军队教练啊 吴志鹏 他是小将的这个球态 但是其实已经 他后来也说 就是带队也打了一百场比赛了 就是他有时候经常在周末 他会约北京的一些队 然后呢在基地 有的时候我会看去看 有的时候也不去看 但是待会会问问 因为在北京呢有一些队员嘛 李子明啊 沙明啊 就是宋宏宇月 张宇天啊 这些 之前有离陈子晨 焦子如啊 等等 他有时候也会调一些 就是谢 谢 谢 谢小壮啊 等等 一块 提一些 还有十几天啊 还有十几天啊 然后理论上呢 一一的应该说是提前大概四天左右吧 能够集中起来 那这四天对于这个教练组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老唐喝上了 那喝上喝上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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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总 班尼 班尼要汇报工作是吧 还有十天了是吧 老唐申请连线 不可能 给你连线都不接 家不想 你那么谁 你是谁呀 跟我连线我不接 我凭什么跟你接 你是谁 明天再采访一下唐华健 唐华健 唐华健呢 我觉得 就当初我想起来了 很多人说 这大身体 中圈射门 他能射 他为什么不让他射呢 就当初老有人说 他中圈射门不对 他有这个能力 他射门 他经常进球 他为什么不让他 不让你射门呢 他又不是一舍 检 小心你似的 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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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導 尿鞋底子 他不是他能尿 能 他能持出去 你让他 往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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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 你说呢 武磊是继续流洗甲吗 我不知道 聊聊巴黎现状 我今天咱们就聊小将 就聊小将 对南岚怎么看 我不蹭着热度 我对南岚第一不感兴趣 第二我也不懂篮球 我可不像有些人 对吧 有事没事都过来挤着挤着 中国足球 我不干的事 我那么鄙视的人 我不能干我鄙视的人干的事 所以南岚在我这没话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好吗 本涛不在 对吧 行了今天就聊到这了 吕蒙周去哪了 不参加试运会吗 吕蒙周去哪了 那你怎么不问周宇诺去哪了呢 苏讯顾柏宇 黄紫杰 孔灵荣 不是 你是真喜欢左小将吗 你要真喜欢左小将 你得先了解他 我们为什么有一半队员能参加 试运会有一半参加不了 这不早就在论的吗 你打锦标赛有吕蒙周吗 没有 好吗朋友 没去哪就在小将呢 但是他打不了 不仅他打不了 孔令荣 黄紫杰 周宇诺 苏讯 汪修浩 何浩元 杜重逢 也都打不了 好吗 就这么简单 知道吗 杨晨今天的国哨发挥经验 是在哪踢的呢 是在哪踢的呢 毛永斌 对 也打不了 彭仁河呢 是因为他代表北京的一个军事部在打这个北京的预赛 就这周末嘛 他要能出现 他就会带那个队代表那个队去打了 他要出不了线 他要是拿不到这个名次 那有可能就是可能有可能会来小将 有可能 在武汉跟谁打的呢 打武汉三阵零五是吗 几比几啊 在哪啊 能看见吗 T3阵零比五是吧 T3阵零五啊 小将能参加北京百队杯吗 百队杯是吧 那应该能 那有吗 今年还有 还有吗 还有百队杯吗 我都不知道 应半近半 是是是是是 8月1号去比赛新疆的小狼队 加油啊 新疆那么远 跑到苏州去 加油加油 有一个叫天什么天硕呀 小孩 小孩 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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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个人 不认识 吕梦阳 你这人家 你用三个字 你就你就把人性写对了 哎呀 都去苏州是吧 那加油啊 好吗 去苏州这个平台 给孩子一个 向往吧 好吗 今天就聊到这吧 好吗 唐皇康和唐华健的潜质 我认为这些呢 他们肯定是 肯定是这个年龄段 非常优秀的吧 这是这是毋庸置疑 这是非常难得的人才 非常难得 好吗 我也得休息了 今天到这了 聊的也差不多了 还有两千多人 也没什么可聊的了 嗯 对 我还得你看我们今天 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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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今天这个 我们的两个视频 一个是984.4M 998.4M 一个是1.22G 这上下半场两节 今天两节的比赛 我要回去看 总结一下 然后呢 呃 周末呢 让孩子休息调整一下 就09的休息调整一下 因为 以前呢 是按照23号来打试运会 来准备 现在打不打了 不打了 也别绷那么紧 对吧 所以周末呢 就休息 周五晚上安排一场 比较正式的 11人制的 对内的比赛 但是不会直播 因为现在大赛将至 我们也不可能 我已经 我们已经很公开透明了 我们也不至于说 嘚瑟到 比赛之前还要可以直播的状态 然后周末呢 可能 哎呦不对 周五我就走了 周五我就走了 我周五就出出门 啊 周五出门 周日回来 去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海 然后这个这个家爷让我去 说请我去玩一玩 我也想出去玩一玩 因为我好几年没看见海了 知道吧 你这边有不错的孩子 好啊好 没问题 没问题 我再次 我再次强调 就说 我们是一个 在某种程度上 是一个展示的平台 就是 在这个平台上 如果你优秀 你可能会被更多人看到 被更多人看到 其实就可以有更多选择 那么这样的人才 可能未来的出路 就会更宽广 至于说 你在小将这个平台上 你去哪儿都可以 我再说一遍 你在小将这个平台上 你展示了自己 你去哪儿都可以 我觉得啊 你想读书 我相信没问题 你要想去职业梯队 我相信也没问题 所以它就是一个展示的舞台 因为你可以跟最优秀的孩子 或者叫更优秀的孩子 在一起 那擦出的火花是不一样的 对吗 因为你这个 你个人能力再强 那么 你一般来讲 通常你所在的球队里面 他肯定 你的队友可能不见得特别给力 这个也很正常 我是针对于那些 真正有天赋的孩子 那么小将这个平台呢 可能会让 会让你呢 首先有更多的 这个展示的舞台吧 然后呢 就是有更好的队友 可能会让你呈现的更为精彩 然后你就会有更多人知道你 更多人知道你呢 就会有更多的邀约 更多的选择 然后就会有更好的 这个 这个 去处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所以坦白说 这是一个 本来这是一个功德无量的事 对吧 就像法国土轮碑 也会让什么 亨利啊 特利泽盖 等等 这些 罗比尼奥人的 都通过 法国土轮碑 能够被 更多的人 从我看到 拜拜 拜拜了 朋友们